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身旁的棉條 其實香港以前比較少人用棉條 但近年來都開始越來越多 最近我都開始接觸了棉條 所以今天就想拍這段影片 去跟大家分享我對棉條的經驗 以及關於棉條的小資訊 首先說棉條是什麼 棉條是一種原柱狀的吸收物料 是女性在血經尼的時候 可以用的置入式的衛生用品 用來放入女性的陰道裡面吸收經血 棉條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紫推式的棉條 另一種就是導管式的棉條 導管式的棉條其實比較適合雙手用 因為一來它容易上手容易控制 二來其實都比較衛生 而紫推式就相比起導管式沒有那麼衛生 而且我個人覺得難度是大一點的 會加上你的手指的粗度 所以就會比較粗 好像說廢話一樣 我自己來說 我建議無論是新手還是老手也好 都一樣買導管式會比較好一點 棉條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用了它之後 即使你來月經 你依然可以參加水上活動 甚至可以游泳 而且夏天那麼濕熱 那麼焗的情況之下 用M筋只會焗到你下面 唉… 我試過在夏天焗到生熱 用棉條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但有一點是要注意的 M筋通常可以用到兩至三個小時就要換一次 但棉條就可以用到六至八個小時 但千萬千萬不要用超過八個小時 那我之前也在IG那裡出了個Story 問大家有沒有關於棉條的問題 想問我 等我拍片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裡我就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讓我拿回電話看看問題 第一 跟M筋的比較 各方面的比較 首先我們說一下價錢 其實棉條的單價一定比M筋 但M筋建議你替換的時間是兩個小時一次 有時候甚至未到兩小時 去廁所見到一堆血就已經想換 棉條就可以用到六至八個小時 所以其實兩樣的價錢 差別也不算太大 第二點 你用棉條可以進行水上活動 也可以做運動 沒那麼容易流 但我就不建議你來M筋的時候 去做劇烈運動 第三點 比起M筋沒那麼焗 啊…涼爽得多 第四點 沒那麼容易流 我自己覺得 用M筋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折漏了 有時候是怎樣也會折漏到邊邊位 我個人喜歡棉條交互墊的 雙重保護 好安心 然後不知道是第四點還是第五點 好像是第五點 你不會有驚血的異味傳出來 因為其實你的驚血那種異味 是血落了M筋那裡 M筋跟空氣接觸了開始氧化 才會有那種微 但棉條一開始就會在你體內吸收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可以穿一些貼身的褲和裙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入住M筋的話 有時候近身的褲和裙 都會有一點形狀 非常之尷尬 但如果你用棉條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到第二條問題 怎樣用的? 怎樣塞進去? 塞進去會不會有什麼技巧? 先說了什麼技巧 應該是你準備塞進去時的姿勢 坐姿 在網上我看到Wiki那裡 建議你可以坐在座椅的邊緣 我在這裡沒看到 然後40度角這樣用 又或者你站在那裡 但是蹲蹲的 有像紮馬一樣 另一種就是你可以單腳舉高在座椅上 這樣用 通常就是這三種姿勢會比較容易塞進去 目的就是要令到你的陰度微微張開口 令那個棉條更加容易塞進去 萬一你用那些姿勢 還不是很容易塞進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移一移的那個角度 棉條的角度 就可以移一點進去 這樣一點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記住的 就是你拿棉條出來之前 一定要洗手 一定要 而且最好就不要碰到你會塞進去體內的管 通常裡面的包裝是這樣 開了之後 你最好就是一開的時候就抓住右的那條管 這條管稱之為內管 這一條就是外管 最好就不要拿到外管 你拿的姿勢就是中指和大拇指拿著 然後食指在這裡 當這個就是你的身體 通常會建議45度斜一點進去 你就開始這樣慢慢塞進去 塞到一個地步是你的手指 這兩隻手指已經碰到你身體的皮膚 然後就按下去 大家是不是看到這裡凸了出來 這裡就是陰道裡面 然後再把紫色的東西拔出來 棉條就會置入了我們的身體裡面 而且有一條棉繩是凸了出來的 這個就可以丟掉了 不過跟大抗一樣 都是需要少少技巧 多試幾次才會比較容易使用到 第三個問題 塞進去的時候會不會很痛或者很不舒服呢 其實如果你是在第一天來AIM 或者血量比較少 快離完AIM那幾天的話 你塞進去是有可能會不舒服或者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驚血不足 驚血是有潤滑作用的 所以你多些驚血的時候去用的話 都會比較容易放進去的 身手來說 就最好在血量比較多的時候才開始試用 第四個問題 塞進去之後會不會有耳脈感? 為了這個問題 我特意壞了一幅畫的 雖然畫得有點醜 那其實只要你塞得對位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有耳脈感的 那怎樣為之對位呢? 其實我們陰道的三分二位是沒有神經的 所以這裡是沒有感覺的 我們稱之為無感區 一開始我剛剛示範的時候 是這樣塞進去的 塞進去再推進去 那推進去的那個位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大概就是我們陰道的無感區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傻 那他們呢 是對準了之後 就這樣啪! 啪了下去 那那個綿條就會變成這裡 整條就突出來了 它就叫做置入了一個有感區的地方 那當然會有耳脈感 你要去到這個位才是無感區的 第五個問題 拔出來的時候會不會痛 其實如果你的綿條吸的量夠多的話 你拔出來的時候就不會痛 因為如果它吸飽吸滿的話 它就會濕潤一點 那它摩擦力也會低一點 你拔出來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拔的 如果你拔的時候覺得難的話 又或者覺得痛的話 那就代表它還沒吸滿了 如果你輕輕拉動的時候它已經動了的話 就代表它已經吸滿了 甚至如果你看到突出來那一部分的綿繩 開始紅紅色 那就一定要拔出來 爆了 另外如果你拉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的陰道內壁的位置 有扯動的感覺 但是那個綿條好像沒有動的話 就代表它沒吸飽 就不要拔住了 由得它先 第六個問題 會不會放進去之後拔不出來的 又或者會不會甩出來的 那好像剛剛說的 如果你吸收了一定的量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甩出來的 至於甩出來應該都不會的了 因為其實始終你都放了一個比較陰的地方 它就算真的吸滿滿到 你的綿繩都看到紅紅色 你還是要用一點點力才拔出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放得正位置的話 是不會甩出來的 綿條上面的綿繩會不會甩出來或者斷的 首先其實綿條上面這條綿繩 好像有點...好像有點結構 其實這條綿繩可以承載的力度 是3kg到10kg的拉力 除非你很大力拉扯 否則的話都不會斷的 至於甩出來 其實我看這裡的結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連著下去的 我想它這樣連發 其實也很少機會會斷的 它也包得很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還有一條繩子這樣縫緊的 所以其實甩和斷都應該不會的 第八條問題 這條問題比較多人不清楚 也比較多人想知道的 就是你用了綿條之後 還是不是處女呢? 又或者處女用不可以用綿條的呢? 答案是處女是可以用的 而且處女用完都不會破柱的 其實處女膜呢 每一個人的處女膜呢 都不是一塊完整的膜 裡面呢 再有一些孔 又或者一個個孔 又或者有一些奇形怪狀 心形的都聽過有的 其實那塊膜中間會有一個孔 那個孔就是平時的驚血 就會經過那個孔流出來的 而且處女膜是有彈性的 不會說你輕輕撞到就已經爛了 這樣脆弱的 用綿條呢 其實就不會破壞到處女膜的 押我一個小知識 做運動也有可能會因為一些劇烈的撞擊 而破壞處女膜的 第九條問題 到底哪裏的實體店可以買呢? 其實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網上會比較容易買到綿條 因為始終香港也不是太普及了 但是應該在實體店那裏 萬寧或者屈臣市都會買得到 而今次跟我合作影片的Tempest 就會在這些地方可以買 第十這條問題 其實是一個男生問我的 他說呢 他是為了想幫女朋友買的時候 懂得分 所以才問我的 真的很好啊 如果女生遇到這樣的 願意幫你買M根買綿條的男朋友 的話 記住好珍惜 還要將來問我 關於綿條的知識 我覺得真的很可取 到底一個男生問了有什麼問題呢? 他就說 M根可以看你的CM去分辨你的尺寸 那綿條怎麼看你的尺寸 有些牌子 他會出一些套裝 裡面一盒會有三種尺寸 會有Light Regular 和Super 也有些是獨立的 我手上這兩盒是獨立的 一盒就是Super 一盒就是Regular Light 就是少 Regular就是正常 Super就是多 通常呢 包裝都會有寫的 但只不過是由CM 轉了做英文字 這樣 還有就算是銅牌子 裡面的包裝都會被你分得到 第十一 月經杯 大家除了聽過M根和綿條 都可能聽過月經杯 那月經杯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一個杯狀的東西 塞進去然後鬥著M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不是很接受到 但是也會有人喜歡用的 因為月經杯一個可以用到五到十年 相對比較環保和省錢 但其實它也比較Hardcore 因為其實有一個月經杯的Size大概是這樣的 你看看 那個綿條是這樣的 要塞一塊這麼大的東西進去 當然月經杯它是有彈性的 是摺起來然後塞進去 然後它會在你體內彈開 但我始終會覺得很難去塞到那個無感區 而且我接受不到拔出來的時候 會整個血的出來 我對月經杯的認識就不算太多 我也曾經有看過一個台灣的Youtuber 佩莉去說月經杯這件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面看他的影片 我會放在影片資訊上 以上我所說的這麼多東西 有些是來自維基 有些是來自我的經驗 有些是來自我在其他網上看到的一些人的分享 我答的問題就是我整合回來的資料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認識更多關於綿條的知識 如果大家想看其他講綿條的影片 或者文章的話 我會放在影片資訊下面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另外這次我是跟Tempest去合作 拍這條影片的 我自己已經用過他們的產品了 我覺得不錯的 在6月開始就會有賣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面我給的link HKTVmall的Tempest專頁去了解更多 裡面會有更多關於他們的產品的資料 如果你們看完想試一下綿條的話 6月1日到6月7日 在他們那裡還會有個七折的優惠感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第一次做這麼知識性的影片了 我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不妨按下一個like 如果想看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 按訂閱鍵旁邊的小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有什麼額外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又或者你們在下面看到一些問題 你們是懂得回答的話 都可以幫我解答他們 又或者我哪裡說得有些不足的話 你們都可以指定我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是小笨蛋 做的 之後要注意看 我是小笨蛋